MG-1 嗨大家好 我是豹子腿方常詠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我買了這台車子 買了大約七個月的時間了 我自己的用車心得 還有用車的感想 那還有一點 我今天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要回原廠 因為我有發現啊 我的後保桿的部分 好像有一些安裝沒有安裝好 口味可能沒有對準 那我有發現我後保桿 有這樣子的問題 那其實這問題在交車不久 我就有發現了 一直都沒有時間可以回去原廠 去讓它好好做這個問題的調整 那我先帶大家看一下 我現在車子它是出了什麼樣的問題 大家可以看到喔 這是車子的後葉子板 那這是我們所謂的保險桿 你看它這裡有一些公查 它這裡是保桿比較外側 葉子板比較內側 另外一邊這裡就是葉子板比較外側 這個保桿比較內側 這樣應該看得出來 也就是說它的後保桿 這樣看起來是比較偏左邊 我不知道裡面是出了什麼樣的問題 那可能是卡榫沒有卡好 或是怎麼樣 我們等一下有回原廠 那讓原廠的祭司他們去做判斷 去做調整 因為這個很明顯它就是裝歪了嘛 那我們也順便可以看一下原廠 他們是如何的去處置這個問題 那他們的態度又會是如何 這個問題其實不是我人為的 是車子一出來就這樣子 那現在還在保護的期間 那我們等一下就回去原廠 那我們出發囉 GO 現在我們要前往平式的原廠 在這過程中耶 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自己開這台車 大概七個月的時間啊 的使用心得 問題一 像現在這個問題 它這個自動起閉的問題 啟動之後它這個開關它就會一直自己打開著 我就必須手動把它關掉 當然這個是一個環保的東西啦 其實你也不能說它不對 可能是我自己我還沒有習慣這樣子 我不習慣說聽龍燈車子就熄火 啟動之後車子又重新發動一次引擎 我自己還不習慣 所以我每次上車我都會把它關掉 有沒有辦法透過電腦軟體 那讓它去做一個常態性的關閉 這也是要問原廠吧 在我自己認為小缺點 那其實這台車啊 我們說實在話 它為什麼可以賣這麼好賣到缺車 真的是有它的原因啊 我現在講它第一點 隔音好 第二操控起來它的操控性很不錯 第三耶 它的23P 這三點是我認為說 它車子最讓我滿意的點 那真的是個很好用的功能配備 那我也相信這個東西其實 以後車子都會有 這一定是個趨勢 喔還有一個就是 這台車它很聰明的是 假設我現在在倒車好了 後面只要有車子經過的話 它都會提醒我警告我 它後面都有很多顆雷達 它偵測會撞到的話 那它就會自己幫我做煞停 它自己煞停喔 我曾經被它煞過一次 結果後面的車子來 它自己幫我煞車煞停喔 那那個煞車的力道其實是非常緊急的 就是很足夠的 當下我也嚇一跳 什麼事情 原來是後面有車子 它偵測到 現在車子做得越來越智慧 越來越安全 也因為安全 它車上很多的電子設備 電腦設備 電腦總是有時候會有一些秀兜的問題 那像我有時候 我明明鑰匙都在車上 我可能開個門 那門關起來的時候 它就顯示說鑰匙不在車上 可是我明明鑰匙都在車上啊 所以這個其實它就是它的一個BUG 都是小問題 那不會是大問題 所以還OK 整體來講 老實講 這台車 給大家讚 嗨 你好 我的後保桿它新車出來的時候 它就有一點歪歪的 歪歪的 那我想說今天進來讓祭司看看 要怎麼樣處理 好 它的這裡好像比較粗 你看另外一邊 新車就這樣 這個是什麼樣的問題 固定 有的人不小心 快撞不起來 應該可以調整嘛 其實這個裡面不是用螺絲鎖的 我們只要保桿跟葉子板交接的地方 是一個固定座 它是用卡索卡進去 因為它裡面也是塑膠嘛 所以稍微鬆軟 再麻煩一下 好啊 這裡就是客修區 那這邊就是所謂精品區 讓你買東西的 那這裡面就有一些精品啊 寶寶手錶 雨傘 衣服 毛巾 其實應有盡有 看看這鑰匙不好 帥 這就是讓你花錢的地方 接下來我們就進去它的客修區 其實它有分這種包廂室 還有外面的開放式 那就看你自己要選擇 哪一種座位 不錯 好 謝謝 那你有什麼再跟我說 好 謝謝 說實話它這裡的服務 是蠻不錯的 其實我覺得它這裡的客修區 就是蠻讓人家舒服的 空間蠻明亮的 空間蠻明亮的 隔間啊 也做得蠻不錯的 給客戶有一個 隱密感 隱私感 我覺得這個很不錯 OK 我們先回留言 粉絲朋友 都很可愛 看到留言都會會心裡笑 其實我覺得有這種良好互動是很棒的 今天進來展場裡面 超大間 聽說但是我自己不知道 它入入全台南喔 還是全捨我不知道 就是最大間 眼前這裡有點GP 滿滿的新車位 統稱怪物級的車子 來看一下那一台奧奧奧車 523萬帥哥的車 從原廠出來 必須先肯定原廠他們的服務態度 他們的空間夠寬敞夠舒服 接待人員也非常親切 我覺得最重要一點就是 站在客人的角度去為客人著想 剛跟接待員聊天的時候 施工他們可以做施工 但是可能需要給他們半天的施工時間 這個我可以理解 但是可能是因為我個人的關係 因為我沒有那麼多時間 我可以留半天的車在那裡 讓他們去做施工 再加上他跟我講 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保險桿屬於塑料件 它跟車身板金做一個卡後 其實我在來之前我也一直在思考說 到底要不要讓他去做拆裝 因為其實這個問題 我很早之前我就發現 那我一直堅持的說 我的車到底要拆還是不拆 我們先不論他們的工好不好 只要有拆裝 一定會比較鬆一點 第二 會有一個隱藏風險 就是如果一個不小心 它會不會裡面的卡後斷掉 這個老實講也不是 他們會主動跟你講的問題 這是我自己爬文 讓我自己的經驗告訴我的 那也確實他們私底下 我們在聊天的時候 我自己有提出這個問題 那他們也說 你確實是這樣 最終的決定 我不拆了 老實講 我太龜毛 往後我也不會去拆它 綜合起來 今天就是沒有拆了 來賺一杯咖啡 來吃幾塊餅乾 冰室它的整個保養的流程 它的空間 它的舒適度 它的明亮度 以及接待人員的專業度 這個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這個也是跟大家分享 塑料件 它會有遇到這個問題 那也是把它拍攝這個影片 呈現出來 給大家 給你們做個參考 沒有對錯 我自己也比較龜毛一點 所以我覺得說 就當它這樣子吧 就一點點公差還好啦 天氣能熱 難免會有一些變化 那今天影片就分享到這裡 喜歡我的天外訂閱按讚分享 並且打開小鈴鐺 真的幫我們訂閱一下好不好 你的訂閱 就按一下 訂閱會讓我知道說 我的背後有你們的支持 有你們在看我的影片 那這個會更加讓我有動力的 去拍攝更好的影片 去找更好的題材 來跟大家做分享 以上 金氏一日喝咖啡系列 我們下次見 掰掰 這則影片呢 只是單純的跟大家分享 它不是業配 也不是互惠 也不是什麼 都不是 台灣兵士如果有看到 發的這個影片 如果你們需要業配 需要互惠 歡迎找我 還有一點我要跟大家講 剛剛那個服務小姐有問我 我早餐吃了沒 我中餐吃了沒 他們裡面是可以點早餐跟中餐的 下次我肚子都可以來 哈哈哈哈 哈哈哈